有一个年轻人 他很注重自己的名声 令他苦恼的是 他哪怕做得再好 总有人说三道四讲他 这个年轻人因此忧郁寡欢 卧病在床 居然好几天他都没有吃饭 一天他的一个厨师的好朋友知道了 就赶到这个年轻人的家里 一阵忙碌之后 一桌香喷喷的饭菜 令这个年轻人胃口打开 他一边吃一边连连的称赞 谢谢你啊兄弟 你的手艺真不错 别谢我 要谢啊 就谢谢这个帮你烧饭的火呀 因为有火我们才能烧饭 那么要是没有火的话 我只能请你吃生的食物了 厨师画风一转 可是你知道吗 虽然我们吃饭的人都感谢有火帮我们煮熟 却有人在埋怨他 那个青年人说 那是谁呀 锅子 因为火的缘故 因为火的缘故 锅子就被烧黑了 因为火 缘故把锅子有时候烧穿了 和火能煮食 也能伤锅相同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 也没有十全十美的人 别人骂你 你要感恩 他是在帮助你找缺点 所以学佛的人 不要去计较别人不同的意见 在这个世界上 总有两面性 我们要抓住正能量 凡是把别人身上的缺点要包容 把别人身上的优点要放在心中 把别人往好的地方想 你的心中充满着善良和慈悲